洗完通報好舒服喔 各位 你怎麼把米漿放在浴室啊 不是啦 這不是米漿 這是我拿來洗頭的茶籽粉 原來古代人都用這些東西來洗頭 洗髮精奇觀 為什麼會這樣 洗髮精用酒精燈燒 竟然會起火耶 天然洗髮品 自己GiY 請鎖定這集 踹開學 跟著大家一起研究 哇 踹科學 人部分男女老幼 高矮胖瘦 第一部分南北東西 街頭校園還是初來的 全民一起踹科學 什麼啦 你用這個東西來洗頭 粉粉的 茶籽粉 能洗得乾淨嗎 這當然可以洗得乾淨啊 而且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都是用這種天然的洗劑來洗頭髮的 這已經複名很多年了 那在洗髮精發明之前 以前的人或者是古人 到底都怎麼洗頭的 他們就是用天然的東西來洗頭 像是用茶籽粉啦 還有洗米水啊 黃豆粉啊 苦茶粉啊等等的 那怎麼樣才能叫做把頭洗乾淨 其實就是把我們頭皮上面的 像是髒污啊 還有油脂啊 給洗乾淨嘛 那如果這些粉末啊 他們本身就有可以去污 那去油的能力的話 那當然來洗頭是沒有問題的啊 那不然這樣子 我們上街頭一起來訪問一下大家 以上的這幾種方式 哪一個是你比較願意嘗試的呢 沒有洗髮精的年代是怎麼洗頭的 參考前任的智慧 這幾樣東西你願意嘗試哪一種呢 小蔬桃水 因為小蔬桃水可以喝醋 這支油 好像有什麼用的 還是油油的 有聽過洗米水拿來洗 廚房的油垢啊 或者是廚具很有效 嗯 又比較好接種 茶籽粉水 因為茶就比較天然 你摸摸看 就是鋼板是很油膩油膩的感覺 可是倒完之後比較光滑 茶汁分水 溫熱水跟洗米水 洗不太乾淨 那我之前有洗過不太乾淨 那就是油被戳掉的感覺 溫熱水應該就可以去掉一些油吧 還是會原油的 它這個就是你只要去油吧 我就這樣講 不會油啊 那你不會油啊 我冬天在洗餐盤的時候 我不用清潔劑 我直接用溫熱水去洗 就可以把油膩去掉了 測試的結果呢是 茶籽粉水是蠻多人選的 它的去霧效果看起來也是最好的喔 那黃豆粉水就完全沒有理會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不然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們來當民眾是不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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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邊有油嘛 抹在我的手上 現在呢 感受一下喔 真的就是油油啦 1 2 3 GO 黃豆粉水 GO GO 洗啊 洗 我現在這樣清潔過後 這個手背還是有一點點油油的耶 可是 碗裡面卻也帶走了 很多的油脂喔 所以也就是說可以洗得掉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不是那麼乾淨 對 還不至於到非常乾淨的狀態 到底要使用什麼方式 才可以好好的把頭洗乾淨 這好像 還是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辦喔 對 我覺得我們來問一下專業的好了 好啊 客學妹 我們需要妳 大家好 我是紅色戰士 紅色戰士好 客學妹好 好 大家好 紅色戰士 我們又遇到了問題了 我們怎麼每個禮拜都這麼多問題 你看喔 這邊有五種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才能知道 誰的去污 去油效果最好 我們先來針對去油的能力 來做個實驗吧 好喔 天然喜劑 去油能力比比 我們現在就是除了街坊的 五種清潔材料之外呢 我又準備了這個椰子油的起泡劑 那待會我們要來當作對照組 比較六種的清潔材料 到底哪一種清潔效果比較好喔 好 那我們怎麼做 現在就是我把這個油染成藍色的 那我們把它均勻地塗抹在這個盤子上面 待會我們就實際上用 六種清潔濃劑來做這個清潔的效果 OK 那就事不宜遲 趕快來開始吧 那我們就開始了 操作吧 哇 到底哪樣東西的去油效果最厲害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清潔效果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溫熱水的這個 看起來好像也是洗滿多調的耶 看起來盤子的表面 還是有一些油光 我光摸旁邊而已 這邊就已經油油的了 但是如果像溫熱水的話 像我在家裡面喔 就是像盤子 如果沒有很油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就是用溫熱水這樣燙一下 就可以洗得很乾淨 溫熱水到底是要幾度才有去油的效果 大概45度左右 那就可以足夠把這個動物的油脂啊 讓它不要凝固 容易被清水給沖洗掉喔 45度 45度左右 記起來 記起來 那小蘇打水呢 這為什麼看起來好像不太乾淨 小蘇打水就是要看濃度 如果我們調配的適當的話 其實它裡面是鹼性的成分 那鹼性的清潔劑呢 通常都是利用裡面的鈉 跟這個油脂來產生反應 讓油脂產生另外一種的結構成分 就可以讓這個油脂容易被水給沖刷掉喔 小蘇打粉這樣就放在我們頭皮上面 它不會有點刺激嗎 盤子洗乾淨 給它頭髮掉了 對 其實不會 我們一般的洗髮乳的清潔劑 它的pH值也大概是8左右 這些清潔劑裡面呢 只有小蘇打的pH值是8左右 其他的全部都大概7 都是中性的 所以這是可以拿來洗頭的啊 對 是的 沒有問題 可是你說它的濃度調配是5% 對 就是要5克加水到100毫升 把它調成5% 這樣子就足夠把頭髮上的油脂 給清潔乾淨喔 好啊 我回去再試試看 我回去喔 好 那接下來是茶脂粉 茶脂粉的部分呢 這看起來好像臭臭臭臭 可是你真的去摸的時候 已經沒有油油的感覺 是沒有油油的感覺 是 對 這是因為茶脂粉裡面含有茶皂素 它就是一種很天然的去油污的效果 對 那接下來是洗米水 我對它的印象非常好 但是它的結果 有點油油的 洗米水主要是裡面含有一些 澱粉的成分 在清潔過程當中呢 就是利用澱粉把油污啊 給包覆起來 然後讓這個油污可以讓清水沖洗掉 我跟妳試一下那個黃豆粉水 還是有一點點油油的啦 對 但是我覺得 黃豆粉水呢 是因為裡面含有大豆軟鈴脂 還有這個皂素 是具有很強的清潔效果 那而且皂素還可以有起泡跟乳化的效果 讓油更容易被沖刷掉喔 看起來啊 這個不用講 這個 乾淨油的喔 椰子油起泡劑 它本身就是清水機清油機 效果非常好的化工產品 所以清潔效果就不用講了 可是科學man 我們剛才都是自己很主觀的摸盤子的感覺 可是有沒有比較客觀的方式 可以來看說這幾樣到底誰的效果 是真正好的 好問題 油喔 我們待會兒每個盤子都倒進50ml的熱水 再來觀察一下盤子上面的浮油 哪一個比較多哪一個比較少 熱水的那個其實還是有油耶 對 小蘇打水的油油一些 有一點點 它這粉的還好 幾乎沒有看到 幾乎沒有 然後洗米水的 點點 有幾滴 一點點而已 黃豆粉水的也是滿乾淨的喔 對 椰子油的 椰子油洗泡劑的 也是很乾淨 所以從這個實驗結果就可以發現 如果你很想要用一些天然的洗劑的話 使用茶籽粉水跟黃豆粉水 是比較適合的用 對 沒錯 可是我們現在大多數的人都是用洗髮精 洗髮乳 那裡面可以把我們頭髮油夠洗乾淨的成分 到底是什麼 它們可以清潔頭髮或頭皮的主要成分呢 就是椰子油的起泡劑 就是我們剛才實驗的對照組喔 那它可以去油的這個原理又是什麼啊 就是啊 裡面的成分它是一種 那它是怎麼去掉油污的呢 我們待會來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明白囉 好 好 借面活性劑如何去油污 現在我們把一杯水來倒進這個 扁形的淺盤裡面 接著呢我們就準備一杯油 讓這個油浮在水面上 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在 旁邊呢滴上椰子油的起泡劑 看看會發生什麼現象 就像這樣子整個會散開 造成這樣子的效果是為什麼 因為 用椰子油本身就是一種 界面活性劑 是 那界面活性劑有一端是 清油端可以把油污抓住 另外一端的清水端呢 就可以讓我們在沖水的時候呢 把油污隨著這個水流就沖掉囉 所以客學妹 其實用椰子油的起泡劑啊 我們就可以來清洗我們的頭髮啦 又可以去污又去油 那為什麼市面上的這個洗髮瓶啊 每次從背後這樣子翻過來 看它成分表的時候 都密密麻麻的很多成分耶 這個是因為 要讓這個我們洗髮瓶啊 看起來賣相比較好 然後呢 它就可能添加了一些 潤髮的成分 或是防腐劑啊 或是針酬劑這一種 珠光劑 那可以讓你頭髮洗完之後 變得比較光亮 可是它對環境來講 就是一種負擔喔 你看一下細菱 就可以讓你頭髮比較柔順啊 是的 我記得細菱 它是一種環境荷爾蒙耶 細菱也是一種化工的產品 那它不容易被微生物給分解掉 那所以啊 雖然可以讓頭髮變得柔潤 可是你多使用的話 它就是對環境造成很大的負擔喔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才能知道 我們現在洗的這個洗髮品 它是沒有什麼添加物的 就我的經驗觀察喔 就是一般如果是寫 標榜著洗髮精的話 其實它背後看到的那個成分喔 它就是成分會比較少一些 比較單純 而且呢 從這個外觀看上來啊 是透明的顏色 對 但是呢 如果是洗髮乳的話呀 成分就會比較多一些 是 而且呢它通常顏色啊 就會是這種 不透明狀的顏色 可學妹 這樣子是不是本來要把我們 頭髮洗乾淨 頭皮洗乾淨 反而對頭皮會造成更多負擔啊 沒錯就是這些添加物呢 反而會對身體造成一定的負擔 甚至會產生一些傷害喔 那這樣子我以後還是改洗米水好了啦 感覺洗米水是滿方便的 滿好的 柏妍 那你就要自己煮飯洗米囉 沒錯 可是其實我也滿少在煮飯的耶 不然 你天天煮我去你家拿洗米水 比較好了 好啊 那你來我家拿洗米水 可是好像也有點遠了 不然你以後都來我家煮飯好了 什麼啊 還好辦法耶 科學妹 有實力的同學們 經得起科學考驗 通常來這裡都是來挑戰我了 今天終於有人向你下戰鐵啦 向我下戰鐵 好啊 好啊 那我們就歡迎她出來 OK 那我們就先歡迎庭軒出場 歡迎 我是庭軒 我的護法很有研究 我還請教過專家喔 嗨 大家好 庭軒 你今天真的是做了什麼 太睿智的選擇了 為什麼要來挑戰薇薇姐姐呢 因為我對護法很有研究 所以我今天要來挑戰薇薇姐姐 家世女王就你的戰鬥位置 好啊 好 那我簡單講一下遊戲規則 等一下我們是採按零搶答制 如果你按到零了 答對了即可獲得一分 但是你如果按到零了 沒有答對就沒有分數 這樣子兩位清楚遊戲規則了嗎 清楚了 明白 那今天呢 我們有一位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 擔任我們的關主 她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科學妹的紅色戰士 好 大家好 我是紅色戰士 那想必大家已經對洗髮精 跟洗髮乳有的基本的認識 那接下來的考題呢 會讓大家對洗髮精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喔 好的 真的啦 我跟你們說 科學妹在這一開始呢 就要來墊一個魔術給大家看 是的 沒錯 我最喜歡的魔術了 是 好 那現在我準備了一個圓盤 裡面已經倒了全脂的鮮乳 那中間放上一個螺旋狀的紫舌 那待會兒我就拿這個棉花棒 沾上洗髮精 那你們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會轉耶 對啊 對 你們發現這個紫舌 就開始在牛奶的表層 持續地旋轉了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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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妙喔 為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題目了 牛奶中滴入洗髮精 紫舌開始旋轉 是因為洗髮精中的什麼成分 A 增稠劑 B 甘油 C 起泡劑 不只要靠你們的腦力 還要靠你們的反應跟手速 我請想答 不是吧 我第一次還沒抽到 那你怎麼沒趕快呢 因為他還在想題目 親愛的 需要讓嗎 要不然再一次 這個反應的部分 這樣會覺得薇薇姐姐 好像在欺負同學耶 對 欺負同學 欺負 那這次要算誰的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說兩次了 好 那薇薇姐姐 妳的答案是哪一個 C 起泡劑 因為在洗髮精裡面 就是有見面活性劑 就是會可以起泡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它可以起泡的關係 那讓這個指舌呢 它就是開始有這種 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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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樣子 好 菁萱 如果是你搶到 你會選什麼 選 A耶 爭酬劑 爭酬 爭酬劑的話 感覺就 化學成分有點多 可能會跟牛奶有一些 奇妙的反應 科學man啦 到底是哪一個答案呢 其實答案是C 起泡劑 那因為起泡劑當中啊 含有介面活性劑 這個介面活性劑呢 會破壞牛奶當中的表面張力 所以啊這個牛奶的表面張力 被破壞之後呢 它就會順著這個螺旋狀的指舌呢 開始慢慢的往外流動 它就開始轉起來囉 這讓我想到一個遊戲耶 我以為我們之前好像有玩過 就是 豆漿或是牛奶啊 然後裡面放色素 不同的色素顏色 對 然後我們再滴洗碗精進去 超漂亮 它就會 超漂亮 很像煙花 那個顏色就會一直這樣 跑出來 跑出來 可是這個道理是不是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把介面活性劑 滴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接觸點的介面活性劑 就會把豆漿或者牛奶的這個 表面張力給破壞掉 對 然後它就會向外這樣擴散 是的 沒錯 然後它就轉起來了 對 原理是一樣的喔 好 那既然兩位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進行第二題囉 洗髮精細絲擠落 玻璃表面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A 細絲堆疊成山狀 B 細絲隨機弧線噴射 什麼意思啊 這樣噴 然後C 細絲流成浴灘 到底是哪一個呢 請下答案 是 終於搶到了 真的是算你厲害 好 你的答案是 我覺得是A耶 對 感覺它是稠的嘛 濃稠的 所以感覺就會全部都擠在一起 然後一直越疊越高 越疊越高 洗髮精耶 它軟軟的這樣子下去 不就是 就很多人它就堆起來 好 那瑋瑋姐姐 你覺得是哪一個 應該就是 剛剛你聽我的配音 就剩一攤啊 剩一攤 對 那到底是哪一個呢 我們請科學man 帶我們一起做實驗找答案囉 那請博元幫忙做一下黑紙 好的 現在我們就把洗髮精呢 裝在這個注射桶裡面 然後我們就讓它往下滴落 那大家觀察一下 會發生什麼現象喔 它怎麼有一種 好像在往外 往外就是這樣噴箭的感覺啊 對 它很像是那個 蜘蛛絲有沒有 就是這樣往外這樣咻 所以 對 所以我們的答案應該是 第二個 細絲隨機弧線噴射喔 像洗髮精這種液體呢 會隨著單位面積的作用力增加 而使得 或者是它的流動方向 如果突然改變的話 也會讓液體變稀喔 所以我們把洗髮精啊 往下流動的時候 它會順著重力加速度 在液面上撞擊出一個凹坑 所以沖下來的洗髮精呢 就會沿著這個凹坑 從四面八方噴射 產生一個弧形的噴射狀態喔 科學妹我有問題 是 那是只有洗髮精會有這種現象 還是其他的液體也會有啊 只要是 像是洗碗精 洗面乳 沐浴乳或是洗手乳 只要是液體的濃稠狀的 這種清潔劑 都可以產生這個現象 那我們就把這個現象呢 稱作 今天學到了 所以啊 不要以為洗頭只有洗頭 掉下去還是有科學耶 真的耶 那最後一題要來了 兩位現在是1比0的狀態 聽學要加油囉 我們先來看一下題目囉 請看 請問 如果把洗髮乳放到酒精燈上面燒 會有什麼反應呢 A 它會冒出圓圓不絕的泡沫 還是B 它會起火燃燒 或者是C 四處噴溅 答案是哪一個 請想答 對 對 後來的速度也都太快了吧 而且我跟你才是搭檔耶 他抓我的節奏抓那麼準 真的耶 對 庭軒妳的答案會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B 起火燃燒 A 因為A 它要冒出圓圓不絕的泡沫 感覺需要搓揉它還是什麼 才會有就是起泡泡的反應 然後四處噴溅 因為剛才說要改變它的方向什麼的 感覺燒它 它只是在那裡給你燒 應該也不會到會有一些奇怪的反應 應該就是跟著燒起來 那如果是薇薇妳會想選什麼 我其實想法跟庭軒一樣耶 我可能也會是選就是起火燃燒 為什麼 覺得洗髮乳如果放在火上面這樣燒的話 因為沒有去這樣子搓它啊 什麼的這個動作 它應該是 不至於到會有泡沫這樣子產生 試錯噴溅我也覺得應該不會 所以答案就是B囉 我們就直接燒給你們看就知道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了酒精燈還有洗髮乳 待會兒就用這個湯匙來加熱 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好的 這個實驗大家在家裡還是千萬不要自己玩 是的 這個操作的時候要戴護目鏡還有手套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湯匙挖一點這個洗髮乳 就把它放到酒精燈上面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對 加熱都是要一下 油開始了 有了滾起來了 它要先開始沸騰 然後讓表面的這個水分蒸發掉 對 我們以來旁邊看一下 它變成了一種燃料嗎 對 這個是因為我們這些 洗髮乳或者是洗髮精裡面 都有一些石化的原料 譬如說像是蒸酬劑或是珠光劑 所以我們把它用酒精燈加熱之後呢 它在離開酒精燈的時候呢 都還可以持續燃燒 那就是裡面這些石化的原料呢 正在跟這個火產生一些 化學的燃燒反應喔 所以難怪你的題目會寫 洗髮乳不是洗髮精 但其實洗髮精裡面 也有一部分的這個石化原料 像是一些防腐劑啊 它一些添加物 都會產生這個燃燒的現象喔 那這一題的正確答案很明顯的就是 B 起火燃燒 好 恭喜庭軒答對了 棒棒 那今天的比數也已經出來了 薇薇姐姐獲得一分 庭軒也獲得一分 所以今天的生活美頭王兩位都是 恭喜 恭喜 那我們也一起庭軒 還有薇薇姐姐到終點了 然後請科學妹來幫我們頒獎囉 好 好 那我們來頒獎囉 恭喜庭軒 謝謝 成為我們的生活美頭王 這個獎盃上面還有一個小刷刷 這個是可以幫你按摩頭部的喔 那庭軒 妳這一次來跳跳學玩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而且學到了很多知識 不過我這次沒有真的打敗薇薇姐姐 所以我下次還要再來挑戰她 好 我覺得她很執著 我喜歡 很棒 好 我們就來拍張照 謝謝庭軒 Yeah 生活TRI科學 生活大小是 TRI科學幫妳 早點吃 節目看到這邊 大家是不是覺得洗髮精裡面 有很多成分都讓人驚驚 真的 所以說俗話說得好 天然的最好 我們應該要用無患子啦 來當作這個天然的洗劑 對不對 不好吧 這個無患子頂噴噴的 等一下把頭皮刮壞怎麼辦 真的 你收到了我心裡面的一個疑問 所以我特別請教了科學man 他還真的教了我一個方法 我來教你們做天然的洗劑吧 好耶 這就是我完成的 五萬子清潔劑 試試看 試試看 天然提博元來 就用你的御手 有夠來了 抹均勻 有到不行了喔 五萬子清潔劑來了 好 來試試看 好了 是不是乾淨啦 沒有 現在很像抹上的沐浴 對 清水來了 不好意思 熱水機忘了加熱啦 好了 你這個很好丟 就是說無患子清潔劑 真的是棒棒啦 你這四罐是要拿來送我的嗎 沒錯 我們兩個交情這麼好 我這四罐就是特別為你做的 送給你 衝著你今天送我的禮物 我明天就出門旅行 沒有你 因為我只有四罐 怎麼這樣子啊 不過喔 不要說我沒有跟你講喔 這個保存喔 也是有一些Peple的喔 是沒有那個防腐劑在裡面的 完全純天然 所以你要記得 要不然就是放冰箱 知道嗎 真的覺得你對我很好耶 好啦好啦 不然這兩罐分你啦 然後我們去旅行 是不是啊 你都不要忘記 好啦 那踹科學今天認識了好多 有關洗髮的小知識 還有洗髮精的小秘密 是的 那下一期的踹科學 又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呢 踹科學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